教民之 ensayam data który才能 schwierig 是模稻 無上甚深為妙法 主主 無上甚深 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此 我今見聞得受此 願 解如來 真 實 叶子也如来真实地 各位法师各自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到大家社 大家社有一个太太叫做妙贤 那叫妙贤比丘女 那有时候 有时候她的名字叫做婆陀比丘女 就是英译的话 她的爸爸叫做妙贤罗婆罗门 所以她有时候也叫做妙贤罗比丘女 应该叫妙贤罗比丘女 那她基本上 后来正阿弥陀佛 是妙贤罗 她翻成这个妙贤罗比丘女 好 那她得到所谓的宿命第一 宿命第一 就是神通里面有一个宿命通 比丘女里面宿命第一的 可以议九十一节以前的事 就是过去非常久远的事 那么讲到这个妙贤比丘女 妙贤比丘女正阿罗汉 那么跟两件事有关系 一件事是她遇见七尊佛 就是七尊佛前面的六尊 就是一般传说 布派的传说就是七佛 过去有四佛 现在有三佛 那么匹婆师师器 匹瑟福 匹瑟福 居留孙 这个是过去是否 居纳含摩里 这是过去的三 居纳含摩里 毗婆师师器 辟舍居留孙 居纳含摩里 加塞释迦文 基本上就是七佛 这个是比丘戒里面 他的一个记 居留孙 这个是过去三佛 过去庄严节的 九十一节的时候 过去九十一节 这是一般的说法 那么这个是三十一节的时候 这个是现在 现在贤解 第一尊佛 居纳含摩里 加塞 这个是六万岁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四万岁的时候 看一下 这个是过去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那这个是九十一节 这个是七万岁的时候 这个是六万岁 人寿八万岁 七万岁 六万岁 这个是过去 那这个是现在贤解 那基本上也都 就是六万岁 四万岁 两万岁 六万岁 四万岁 两万岁 这是一百岁 那 要贤比丘尼正阿罗汉 第一个他过去 这个根据 根据正阿罕经里面说的 就是 其实 只要是佛 其实佛地址都有很多传说 那这些传说 有的是真的 有的不是真的 那因为 佛灭后 很多关于佛 及佛地址的本身出来 那么就是有很多种 很多种说法 那 就是很多传说 那这些传说 佛派的论师 有一些他就 认为这只是传说 不是真的 那么大圣的话 基本上很多传说 都把它当真的 那就是传说有点不一样 举个例来讲 那么 佛派里面 大圣 大圣里面说 这个 这个 释迦佛是在南登佛的时候 受记的 那南登佛是很早很早以前的 他不在七佛里面 没有 他如果依无量寿经来讲 就往前算四十几千佛 那这个 布派里面 大比伯萨里面 他说的其实是 释迦佛是在加瑟佛的时代发行的 加瑟佛是在才发行的 那大圣就讲的比较远 那就很多很多的传说 那这个 庙贤比丘尼 当然他也有很多传说 但是我们依的 这个就是真意阿涵里面的 那这个都是布派的 那因为他在匹伯师佛的时候 这个时候开始 从这里开始讲 那么他跟大家社的因缘也从这里开始 那么他后来会出家 其实是因为大家社 当然他自己 我们说过他自己有那个因 然后有大家社这个缘 然后因缘合合出家正阿罗汉 然后再有佛陀 基本上 大家社是跟佛陀连结在一起的 就是佛 那么妙贤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妙贤的故事 妙贤 然后加社 然后佛 佛的因缘 佛法的因缘 那妙贤他在匹伯师佛的时候 那么他在匹伯师佛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社 有那个因缘了 但是他跟佛法也有因缘 但是他只有供养佛的因缘 他没有佛 他只有佛的因缘 没有佛法的因缘 就是佛跟佛法不一样 就是说比如说你供养佛 那么你就是升天 布施 但是你修学法 供养佛 我们常常讲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法就是如梭修行 就是修学佛法 修学佛法得的是智慧 得的是智慧的因缘 智慧可以让你得解脱 供养佛得的是福报 好像供养舍利也一样 得的是福报 他可以让你升天 或是做人的时候 有富贵 就是人天的福报 这是有肉的福报 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跟佳瑟有因缘 所以他出家基本上是因为佳瑟 那么长远来他并没有出家 那么因为佳瑟的原因 但是他因为有跟佛的因缘 然后跟佳瑟的因缘 佳瑟有跟佛及法的因缘 那么所以他从佳瑟这里 那么再由他过去的佛的因缘 那么再跟法 那么这个善根 当然他这个善根的因缘 然后让他也得赠阿罗汉 因为佳瑟先赠阿罗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件事 后来那么影响 这个妙贤也赠阿罗汉 那当然 当然佳瑟先出家 妙贤是之后才出家的 而且出家是先在外道 宁建址那边 裸体外道那边出家 后来 因为那个时候佛教还没有比丘尼生团 后来大佳瑟才带他到大爱道那边 再跟大爱道出家 那一开始是在尼建址那边 他是说裸体外道 就是尼建址 那我们先来讲妙贤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对我们会有一些启发 就是在毗佛师佛的时候 那个时代 他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长得蛮好看的女孩子 但是他发现到 他有一天在街上走路 然后发现到有一个少年 这个少年长得非常的庄严 就美少男 然后他是一个美少女 他很快就被这个美少男吸引住了 就跟这个美少男在路上走 照理讲这么一个庄严的人 像潘安在世这样 很多人应该会被他吸引才对 但是他发现 所有的人都不在这个美少男身上 在谁身上 在后面有一个美少女身上 后面还走着一个美少女 更庄严 那么他自然而然的被这个美少男吸引 但是他发现到 后面的人不管男的女的 老的少的 都被后面这个美少女吸引 就是更漂亮就是了 然后他就心里面想 哇 原来长得庄严 那么漂亮 有这样的一个殊胜 所以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匹婆施佛的事态 他马上他知道这个佛 因为他平常也没有去 他马上去佛那边买了很多的花 去供养这个佛 那么发愿 在佛前发愿 七天七天都 每天每天都去供养佛 在佛前发愿 希望我用这个供佛的功德 未来我可以生生世世都像这个美少女 一走出来 一走出来 所有的人都赞叹我 眼光都注意在我身上 你看 一般我们也会这样 就是觉得 哇 看见有钱人 希望我生生世世都像他那么有钱 希望我生生世世都像他们庄严 我们也会这样 所以他就在那里发誓 他就是他七天连续七天都用那个庄严的花 或是说这些贵重的东西去供养佛 供养七天发愿 然后因为这个因缘 所以他是很虔诚的发愿 那么因为这个因缘 他真的是不管生到人间 还生到天上 他都是第一美女 那么就这样 你看这个是九十一节 这个是三十一节 中间经过六十节了 当然他也生到天上 天上要经过很久 因为这个因缘 他在三十一节的时候 又遇见佛 遇见师器佛 那这个是 这个是七万岁的时候 师器佛出现了 他仍然保留这个习惯 见到师器佛 他仍然去怎么样 去供养佛 发愿 生生世世 都天下第一美女 真的是这样 他也真的如愿 当然他不是只做个善事 他还做很多善事 然后到六万岁的时候 你看 佛不是死死都有的 这七万岁到六万岁 已经经过多少人 因为一万岁 一百年减一岁 一百年减一岁 所以七万岁到六万岁 就经过一百万年 有佛出世 他又遇见佛 又这样发愿 到居留孙佛的时候 已经过贤解 这个六万岁的时候 佛出现 他又遇见佛 你看这个人真厉害 你可以遇见一间佛 已经了不起了 真的 他每一尊佛来 他都能遇见 这跟发愿也有关系 但是等一下我们教大家 你怎么样可以生生世世遇见佛 其实这个波罗已经有讲 真的 所以说我们会生分生生世世 希望能够富贵 生生世世 希望能够庄严 难得就像一棵树一样 你都像一朵花一样 我告诉你 不要这样发愿 你要发愿等一下 要听听妙贤比丘尼怎么跟你讲 一般人都这样 就是这一棵树 就有很多人来依附他 然后一朵花 很多蜜蜂来 很多蝴蝶来 就是大家眼睛都看着你 你看那个庙 你看那个庙闲 他之前已经很漂亮了 但是他没有发现到 有这么漂亮的 连那个女的都会看着他 不是男的而已 老的少的都看着他 他就觉得 那个美少男已经很庄严了 但是跟那个美少女比起来 哇 没有人要看他 所以他就觉得 我要做这样的人 所有的人眼光都在我身上 但是这个也有问题 在家 哇 你就觉得很风光 出家你就很麻烦了 所以后来妙贤比丘尼 出家去脱波的时候 外面跟着一大拳 他很麻烦 他很麻烦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那到居纳含摩尼 居六孙佛的时候 他又遇见 他也是这样发愿 有那种习惯性 因为这样 因为我们往生的时候 依哪三种力量去做什么 做什么样的人 依你的业 善恶业 依你的习惯 依你的信念 随业随习随念 对不对 你来的时候呢 一样 依你的业来 随业满业嘛 你做人还是升天 做人之后 庄严不庄严 长寿还是短病 短命多病 长寿健康还是短命多病 那么这个富贵 还是贫穷 这个跟你的业满业有关系 那你会做人 会升天 会多畜生道 跟你的随业有关系 满业随业 随业 就随往六道的 让你往六道的 三界六道的 这个是三界六道的业 那满业 就是 业里面只要分这个 那就是你健康长寿 健康长寿 还是短命多病 圆满不圆满 就是身心的圆满不圆满 身心的圆满不圆满 身心的状态 圆满还是缺憾 还是缺憾 还是很多缺憾 有遗憾 那么 不是这个汉 心志旁的汉 缺憾 或是说你富贵尊荣 人家尊敬 受到人家尊敬 又富又贵 富是有钱 贵是有权 民生很好 大家都尊敬你 还是贫穷卑贱 反正很多 这个其实跟你的业有关系 那种种 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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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大家都相亲相爱 富持 富持 指孝 或是说眷属 逗乱 那么种种 这个是满业 身心的圆满不圆满 还是聪明 伶俐 还是比较笨拙 那么 这个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要走的时候 是一夜 我们是一夜轮回的嘛 那主要是这两种夜 一夜轮回 我们是一夜轮回的 所以你走的时候 带什么走 带着你的夜走 带着什么走 带着你的习惯走 带着你 充满着那个夜跟习惯的心种 所以叫做随夜随习 随念 随着夜 随着习 随着念 念久就成习 那么习重就成月 那习重也是一种月 好 那念也是一种月 那习也是一种月 那习也是一种月 那这个夜跟习 都在这个心中 都在这个心中 心念 心的习惯 心战身的 深口一夜 由心 由心主导的深口一夜 这个心的想法 就是深口一夜 由心主导的深口一夜 深口一夜 基本上我们叫做三夜 就是叫做三夜 由三二夜来决定 好 那这个庙弦 这个庙弦 你看 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造的都是三夜 他学佛之后 但是他没有特别在智慧 智慧上做 就是他跟佛有缘 但不一定跟法有缘 现在很多人也这样 是喜欢拜佛 喜欢布施 但是你叫他修行 你叫他慈戒 你叫他 这个 这个 读经典 思维经典 你叫他禅修 你叫他观五蕴 五常 他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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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叫他修学佛法 你叫他去 这个 出钱 盖寺院 或是叫他这个 布施 贫囚 他很愿意做 那这一部分 基本上是人天福报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个佛 其实也跟 也跟这个 也跟这个 波士尼王讲 讲过这样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那么 这个妙贤比丘尼 那你看 在那么多君佛里面 那每尊佛都能遇到 这个是非常殊胜的 但是我告诉你 凡事有因有缘 那么 你们如果 等一下我告诉你们怎么做 你们以后也可以遇到 为什么 一心一业一元 基本上 随着业 那么我常常讲 此心此业此严 此严 此业 你现在所造作的业 你现在这个心所造作业 还有 你在哪一些事情上 照业 发心照业 那么你就跟哪一些有缘 一样 你去拜佛 你就跟佛有缘 你拜上帝 你跟上帝有缘 你拜妈祖 你跟妈祖有缘 你拜三太子 跟三太子有缘 你拿钱去建寺院 你跟寺院有缘 你去建教堂 你跟基督教有缘 基本上是这样的 你帮助这个人 你跟这个人有缘 你骂那个人 你跟那个人有缘 有恶缘 就善缘恶缘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凡事都依缘 依缘 依缘而轮回 依缘 依缘 而什么 而相聚 你会跟谁在一起 会遇见哪一个人 会看到什么喜欢 你看到佛会喜欢 你看到上帝会喜欢 你听到那个 范拜生会喜欢 那个都跟你过去的习惯有关系 或是你在哪里造业有关系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妙贤 妙贤的 之所以能解脱 当然最后还是要依智慧 就是他自己有在佛法上用心用功 但是他的缘来自于佛跟扎迦社 然后他过去所造的也很深 你看跟这么多尊佛结缘 那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前面讲过舍利佛 舍利佛的妈妈生了四个男的三个女的 他不是遇见七间佛 他家有七尊阿罗汉 你看他跟这七个人结个缘 最后舍利佛让他得度 那你看一样 那他跟这七尊佛结了缘 最后释迦摩尼佛让他得度 你看你可以比较看看 好 那我们看哦 那么居留孙佛 那么居纳含摩尼佛四万岁 居留孙佛六万岁的时候 这中间隔很久 那么到加瑟佛的时候两万岁 他也这样 你看遇见七尊佛都是发愿 都是发愿 那么未来成为美少女 大家谁看到他都会赞叹他 都目不转睛的看着他 那么到释迦佛的时代 那么我们先来讲没有妙贤 是妙贤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学佛 那么但是他们两个 是奉父母之命结婚的 妙贤跟大家瑟 他是奉父母之命结婚的 就父母命结婚的 那么大家瑟看起来也是 因为他们都是有钱人 婆罗门总 那么大家瑟基本上 因为也孝顺了 那是他其实他是要修行的 大家瑟很强烈的修行 修行风格 那么其实妙贤当时也不想结婚 他也是想就是想修行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法 还没有佛法 佛陀还没有佛陀还没有成佛 那是已经有很浓厚的修行气氛了 那后来他们两个结婚 他们两个结婚感情也很好 但是他们是过神仙眷侣的生活 什么叫神仙眷侣呢 其实就是说他们结婚 但是他们是修犯恨 彼此没有夫妻关系 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死就是了 那是很不简单 两个年轻人都很庄严也很漂亮 男的也很庄严 女的也很漂亮 那相处在一起十二年 十二年后大家的时候才出家的哦 那都过神仙 那你据说他们两个之前要结婚之前都行 叫拼好 就是大家 大家过夫妻的生活 因为父母关系嘛 所以过夫妻的生活 但是就是没有夫妻之死啊 大家各自修行 讲好了 然后好晚才结婚的 那么因为这样十二年 你看这个不简单哦 十二年都修犯恨 是有太太的哦 那现在有一个例子像薛恩 薛恩是两个太太 也是修犯恨 这个有够厉害 这个不容易哦 好那当然是跟你的习惯性 跟你的业有关系 那你要遇到那个人也是同样的哦 你要善言哦 没有善言也不容易哦 那十二年后 为什么后来大家是去出家 是因为他的父母 在这十二年中就过世了 没有父母好那可以啦 就是父母 你看这个算是孝顺哦 算是孝顺 那么后来他去出家之后 他去出家之后 大家设出家之后 一开始还没遇见佛 大家设是去说 在七子塔之前遇见佛的 那么大家设出家之后不知道多久 那么佛陀成佛之后 一般讲有可能在 在第三年或第四年啊 他不知道在舍利佛 目见年前面还是后面 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在前面 也有可能在后面 那么有的记载是说 在前面在第三年 那舍利佛目见年是在第四年 第四年 但是因为一千两百五十位之后 那么里面没有讲到大家设 那也有可能在之后 但是也有说在之前 那我们不管 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 差不多佛陀成佛之后 第三年或第四年 如果在第三年就在之前 如果第四年就在之后 那么成道之后 成道之后 这个佛陀在七子塔那边遇见大家设 大家设一看见 那时候大家设已经出家了 已经出家了 但是妙贤还没有 那个时候十二年后 你看十二年后 他们结婚十二年 十二年后他跟妙贤讲 因为他父母不在了 你在家里面留着 我先出家 如果我遇到名师 那么我会回来带你出家 你看这个大家设也算有情有义 真的 你看大家设那种酷酷的样子 那么所有人都讨厌他 他讲话比较严厉 比较威严 不对他就直接跟你讲 那这种人是很好心 但是会让人家讨厌 所以大家设跟阿难 是两个很典型 完全不同的例子 大家设直话直说 那阿难比较委婉 大家设讲话的时候 带有一点点威严 阿难就不是 阿难是带感情的 那所以阿难男女老少 都喜欢他 大家设男女老少都讨厌他 但是我们上次讲过 像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也不太喜欢 你们讨厌我也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为你们活着 大家设已经正他了 那么他也不管你们 所以大家设也不太会喜欢 不太喜欢为比丘说法 那些新进来的比丘 他也不太喜欢为他说法 也不喜欢跟大家一起住 他独行独住 但是这样的人 佛把他 承道的分扫衣给他 佛让伴坐给他 你看 那这个是直接不简单 所以他后来承担住 就是佛灭后 佛灭后 我们说佛在的时候 靠两个人 舍利佛和目见人 佛灭后靠谁 大家设跟谁 所以大家设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那我们来讲这个妙贤 你看他无情无义 看起来好像无情 不是他有情有义 你看单单他为了他父母 跟妙贤结婚 然后没有出家 你看这件事就不简单 然后后来 大家设父母往生了之后 然后他就去出家 他跟妙贤讲你在家待着 因为印度的女众 那个比较弱势 你在家待 等我遇见名师 因为他也不知道哪里有名师 他也不知道哪里有名师 等我遇见名师的时候 我来带你去出家 你看这个也是不错 在他们的姻缘 所以妙贤在匹佛施佛的时代 就结下了 经过那么久 你看 那后来 他真的去出家 也还没有遇见名师 所以妙贤就在家里等 等了之后 后来他遇见佛 遇见佛出家之后 大家设是十五天之后 就在阿老汉 好像一个月还是十五天 一个月还是十天 我已经忘记了 他也很快 就是应该是十五天 那就正阿老汉 正阿老汉之后 正阿老汉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 佛陀的身团 比丘尼身团是在 大概第六年 第六年之后才有的 禁放往往生之后 禁放往往生之后 大爱道才率领耶稣陀罗 这一七年去出家的 所以他如果在第三年 或第四年出家 他也没有办法 带妙贤去出家 为什么 佛陀就没有女众身团 只有男众身团 那我们说 大家大概应该都知道 这个佛陀之所以不收女众 那么有很多种原因 那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是说 所有的女众 政法会减五百年 那当然这个是后来的说 那么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的女众 比较弱势 那么要照顾 而且女众比较没有 不是像现在 借金度到现在好一点 但大部分的女众 还是比较弱势 而且比较没有去读书 早期也是嘛 女众比较没有读书 都在家里绣花 那这种像夫教子这种的 然后 所以她的知识比较没有 所以才会规定有八禁法 那么如果女众要出家 你要跟男众学 因为她就没有知识啊 她不是像现在 有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没有 六年 没有 她没有读书的 女众很少有读书的 不太有读书的 那你都不读书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了解 讲的这些东西 就没办法 所以才会规定 半月半月要请教界 因为你都不懂啊 你都不懂你要怎么修 你至少要知道出家 要遵守什么规矩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要修学什么佛法 要怎么修 修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 才会规定八禁法 那佛陀不度女众 基本上是因为 那个时候的女众 教育程度普遍很低啊 除非你是宫廷的那些 比较富有的人 要不然 要不然 大部分的人 连字都不懂 都没有读过什么书 你要讲她怎么修 当然也是可以修 但不容易啊 讲的佛法 要跟你讲五印 你都不晓得五印是什么 那要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再讲 当时运动的女众 只有二子字 二子字是什么 就是 女众要煮饭 然后要看水 那个水 用下去 两只纸用下去 然后知道 水浪动这里 煮饭可以煮熟 只有这种 会煮饭 会炒菜的智慧而已 其他没有 当时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 其他地区的国家的女众也是这样 比较没有读书 以前中国也是这样 女子无才便是德 就是比较没有智慧 或是说 比较没有那一种 世间学问的这些智慧 比较没有 好 那我们这个就先不讲了 就是说 那个时候 妙贤 那么 大家设跟佛出家 假设在第四年 或第三年 那么那个时候也没有女众生团 第六年之后才有的 好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带 妙贤去出家 即使他跟佛出家了 他也没有带办法 不要妙贤出家 何况他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 所以大家设应该是 可能 可能 不知道比佛早出家 比佛 因为佛是出家六年后 才成道的 佛是出家六年后才成道的 那大家设 又在第三年才遇见佛 第四年才不是 已经过十年了 那但是就是佛 那个时候已经是过十年了 出家后十年了 那大家设不知道是 比佛早比佛晚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家的 他是知道他在跟妙贤结婚十二年后才出家的 那他应该印度人都比较早结婚了 那出家之后 出家了之后 那么因为他没有多久就在阿罗汉了 他想要去度妙贤 但是也没办法嘛 所以他一直没有回去找妙贤 妙贤等得太久了 就好像王宝川一样 等了十八年 他没有等那么久了 但是他就等太久了 他觉得 一直一个人一直在那边 也不是 所以他也去出家 他就去妮贤子 裸体外道那边出家 就在那里修 那后来 大爱道 第六年之后 第六年之后 大爱道出家了 有女众生团 他就要去找妙贤 但是他用神通 那个时候大教堂已经有神通了 就阿罗汉了 他是有神通的那一种定位具足的 拒解脱阿罗汉 有一种阿罗汉是会解脱 他是没有神通的 他是没有神通的 但是他是有神通的 就拒解脱阿罗汉 他就录定观察现在妙贤在哪里 发现妙贤去跟着妮贤子 外道出家去了 因为他等太久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在哪里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也许永远不再回来 所以他也自己去出家了 出家 那个时候佛陀还没有女众生团 所以他就到妮贤子那边去出家 大家设录定观察到 这个妙贤在妮贤子那边 就去带他 知道他在哪里 就去带他 带他到大哀到那边出家 其实是这样 那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妙贤他自己 有发这个愿 而且他实际上也有这个果报 因为他供养佛的时候 是非常虔诚的 他自己有那个善根 所以他发愿只要 只要他下一生出世 就是所有的人眼睛都会看着他 所以他自己出家的一样 后面他在前面脱波 他跟着佛陀大哀到 他也是要脱波的 女众也是脱波的 所有的人都跟在妙贤后面 他就很困扰 而且你知道跟在后面 不是说你拜他 不是的 就会调戏他 干嘛 因为不是有些人学佛 不管有学佛 当然不会就会恭敬 没有学佛的 就会一直跟他讲 哎呀你这么漂亮啊 出家太可惜了 你如果要出家 应该老一点才出家 你相信你这么漂亮 太出家太可惜了 那意思是 丑的出家就没关系 漂亮的出家就 像我们出家都是丑的 不是这样 很多人就觉得 你就是贪不吃 你生活不好 或是怎么样 你才知道不一定 那么就是年纪大啊 生病啊 这个怎么样才出家 不是 那么所以他因为很困扰 你在家你就觉得 哇走路有风 大家都看着你 你出家 你这样脱波 全部都跟着 很麻烦 所以后来大家瑟 就跟他讲 他知道这种情形 因为他会讲嘛 其实他心里面 还是有一点点 细念着大家瑟的 就算没有夫妻之子 但是 他还是有感情啊 所以他还是 信念着大家瑟 那大家瑟 其实也信念着他 但是大家瑟 已经正阿罗汉了 没有那种感情的部分了 然后但是 彼此是有缘嘛 那还是有情的喔 因为 即使正阿罗汉 也不是无情喔 他叫做绝有情喔 绝悟的有情喔 因为众生 我们叫做有情就是有情感 然后有情是 其实是这样 那情感的这一部分比较重 那么转化过来 就是慈悲 其实是这样的 情是这一部分 转化过来就是智慧 所以说大悲跟大智嘛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 有情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 这个是众生 其他像草木树木这个是无情 那么基本上有情事 但是一般的事是虚妄分别的 那你转化过来就变成大智 智慧 那么有情感 就情意 转化过来就变成大悲 就大悲 其实就是这样 好 那么 大家设就跟妙贤讲 你不要去脱波了 大家设是大阿罗汉 而且很多人也也很恭敬他 那么他就去脱波 我脱波回来 分给你就好了 他脱多一点嘛 所以每一次大家 妙贤比如说你就不出去 因为他一出门 他自己出门很麻烦 他跟别人出门 别人也嫌他麻烦 为什么 你假设他跟着一群比丘尼出门 他后面跟着一群人 都是来看他的 那这些比丘尼也 你也很麻烦 你会觉得你不要出来好了 你跟我们出来我们很麻烦 然后大家也会嫉妒他 如果一阵阿罗汉不会 没有阵阿罗汉也会嫉妒他 大家都来看他的嘛 他发愿的 那么受到所有人的目光 他真的就是这样 后来大家社知道就跟他讲 你不要出去 我脱波回来分给你就好 一阵子过后就有人讲话 这个像六群比丘尼 每一个叫做托罗烂头比丘尼 托罗烂头或是托罗烂头比丘尼 他就他就说哎呀 这个大家社听说 那个跟妙贤结婚 因为他们的话 他们的故事也都会传出来 十二年因为都在那个地区嘛 十二年里面都修饭 看起来是清净的不得了 想不到出家之后 跟他的太太还有私情 为什么哎呀都脱波来分给他吃啊 那么这其中一定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 就被讲到就传出去讲到很难听啊 你看哎呀你都出家了 听说还证了阿罗烂 我看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就这边讲这边讲 你看他每次脱波回来分给他吃 哎呀那个浓情蜜意啊 就后来大家是听到这样 哎呀对妙贤也不好 对佛教也不好 对他自己也不好 当然他证阿罗烂 他绝对不会这样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就跟妙贤讲 哎呀我没有办法再脱波给你了 但是你这样一直下去 也不是办法 那他可能要靠去他的比丘女 去脱波回来给他了 那这样也 但是人家也不愿意 不一定愿意脱波回给他 所以他说你现在要好好用功 我没有办法再负责你了 你自己要用功 你自己要赶快得解脱 要不然你还没得解脱之前 你这个状况会障碍你 所以他因为这样 大家是从此就不来了 就跟他 就也不去看他了 也不去托波给他了 所以 妙贤比丘你以前觉得还有大家设可以靠 你知道吗 后来只能靠自己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用功 没有多久也正阿罗汉 那你看 那么当然 这个应该他 他过去中跟佛的缘 还有跟大家设的缘 那大家设 其实大家设回去脱波给他的时候 他因为他正阿罗汉 他都会跟他说法 从这个因缘里面 那么他开始也开始理解佛法 开始理解佛法 他不在 因为他之前 即使听佛说法 他重点都不在法上面 重点都在什么 福报上面 他不会去思维这个东西 但是听久了 基本上他也有这样的因缘 也有这个法源 但不生就是了 没有入心 没有入心 后来大家是每次脱波回去给他 就会跟他说 跟他说 跟他说 然后他慢慢慢慢 也会听进去 但是情上还是比较多 智上比较弱 后来大家是不再去 过去那一些法的语言 开始他会不断用功 不断努力 没有多久他也正阿罗汉 正阿罗汉得宿命第一 宿命第一之后 他就开始想 想到他过去生 这样的因缘 所以他后来就跟佛陀讲 跟释迦佛讲 那么这件事 然后后来才有 我们知道这件事流传出来 他过去 过去 总共有七尊佛 他七尊佛都遇见了 那么只有到释迦摩尼佛 这里才得解脱 那他得解脱 当然第一个他跟佛有缘 那么他跟大家社有缘 这匹佛师佛他们就结缘了 但是后来大家是让他跟法有缘 跟法有缘 那么有缘 那我们再讲一下 那我们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学这个 这个妙弦 当然跟佛有缘 这个是非常好的 供养佛就跟佛有缘 但是供养佛主要是要听法 听法 《般若经》里面说到 你怎么样 可以 生生世世 都能够遇见佛法 你不一定遇见佛 但你一定能够遇见法 遇见法比遇见佛重要 遇见法比遇见佛重要 佛时代有很多人 都遇见佛也不一定得解脱 佛灭度后 他虽然没有遇见佛 但他遇见法 还是听闻到佛法 佛法还注释嘛 所以他依法得解脱 甚至在佛时代 很多人都不是依佛得解脱的 都是依法 因为他不一定见佛文法 他是见佛地址文法的 所以有一些因佳流投意得解脱的 有一些因大家社得解脱的 有一些因舍利佛得解脱的 像舍利佛的母亲也没见过佛 但是他是依谁得解脱 一舍利佛得解脱 所以他重点不是依人得解脱 是依法得解脱 连释迦牟尼佛本身都是依法得解脱的 所以重点 见佛是为了见法 清净善事事是为了听闻正法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法是三宝的核心 《波勒经》里面讲 怎么样让菩萨 怎么样让菩萨 你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 那你要生生世世 菩萨道重点在哪里 化导众生 给众生佛法 让众生可以依法得解脱 其实是这样的 那你要怎么样 能够生生世世都有佛法 就是你这一世遇见佛法 就是我们讲 心 业 缘 先讲这个缘 你跟谁有缘 你就会遇见谁 像我们说 那你怎么样跟这个人有缘 你怎样跟这个人有缘 基本上就是人跟法 那我们先讲 你跟这个一般来讲 你跟谁有缘 善缘 恶缘 那么你基本上 如果生的善缘跟恶缘 缘比较深 跟比较浅 比较深跟比较浅 深的 你就会比较受影响 浅的就没有什么影响 风很大 对你影响比较深 风很小影响不大 雨很大影响很深 雨很小影响不大 地震很大影响就深 地震小一点点影响影响不深 过去不当一回事 所以基本上就看这个缘深不深 那么缘如果是善的 深的善缘 深的善缘 你看哦 我们要了解这个东西 那 了解这个东西 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现在要在哪里扎根结缘 缘比较深 深的善缘 深的善缘 你就会受到帮助 那么深的恶缘 你就会受到伤害 如果从修行来讲 那么深的善缘 深的法缘 这个是人啊 这个是从人来讲 分善恶 深的善缘跟恶缘 我们可以这样写 好 从这里好了 人跟法 那么人里面 深 善缘深 又有分善恶 我们这样讲 有分善恶 善 跟恶 善恶里面有深浅 善恶里面都有深浅 有深有浅 有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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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深有浅 好 那么深的话 如果是人 那么你就会 从这个人身上影响 得到帮助 协助 就是助缘 就是有得到帮助 那么你这里就是会得到伤害 就是 就是会因这个人得到伤害 那应跟这个人得到帮助 那么如果是法 就变成什么 助到 如果是善缘 深的善缘 就变成助到缘 助到的因缘 那 恶缘呢 就是变成仗道的因缘 那么你看 大家设跟妙贤 很明显是助到的因缘 那有些就是你要修行 他就障碍你 让你修不了行 你不修行 他还不障碍你 你要去赌博喝酒 他协助你 那你要去修行 他障碍你 那这个就变成仗道跟助到的因缘 那这个就是善恶缘 所以缘很重要 缘非常的重要 那 我们要在哪里 这也就是扎根嘛 我们要把 就是我们讲福田也是这样 你要在哪里扎根 要在哪里结缘 那么两件事嘛 一个就是在人 一个在法上 那这个跟你的心有关系 你心在哪里造业 心在哪里发心 就在哪里造业 在就在哪里结缘 比如说好 我出钱去盖 盖这个 盖这个教堂 好 那么你就在 你就在那个地方 比如说好 我在 我在苗栗 盖教堂 盖佛堂 假设了我们只是举例 或是帮助 那么帮助哪一个人 哪一些人 好 那么你就在苗栗这个地方 造业 在苗栗 在这个基督教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苗栗这个地方 但不一定在苗栗这个地方受报 但也有可能 或是在台湾 那一样 那么你就在 因为你盖教堂利益的是什么 基督教的人 所以你就在基督教这个地方造业 在这个造善业 造善业 结善严 那么所有来里面 教堂的里面 都跟你有一份因缘 因为教堂是你盖的 或是你出钱盖的 那么就跟你有一份缘 你就在这个地方造了善业 如果你盖佛堂 那一样 比如说敬觉院 那么一样 那么所有的人 能够在这里听课 听闻佛法 跟你当初出钱盖这个教堂 有关系 那么你就在这里结了一个缘 但这个缘是浅的法缘 但是这个本身 这个地方的人 就是来听法的人 那么你是结了一个比较浅的 因为你自己没有听 但是有间接的因缘 但是你直接听的话 那是直接的因缘 法缘 那又不一样 但是人的话 那么这一些人 他也跟你结了一个缘 那是间接的帮助到他 好 那这个都是业 这个是善业 这个是善业 那如果说 你当官了 要把这个拆掉了 让你不喜欢 那么你要把这一些都征收来 像民国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基督教的部长 他就这样 征收佛教的 监督事院条例 然后征收佛教的 然后来做 来做事愿来做什么 就是因缘不一样 好 那么这一些 你就在这里造业 在这里 都跟你的心有关系 那《波勒经》里面说到 菩萨怎么样 生生世世 从一佛果 知一佛果 终不理佛 就是你时时都会遇见佛 那么主要是遇见法 只要能够听到法会欢喜 有的人听到法就想睡觉 有的人听到法起嗔恨心 有的人见到佛他会起嗔恨心 见到出家人他会起嗔恨心 有的人不会 见到会起欢喜心 那为什么会这样 跟你过去的缘有关系 跟你的业有关系 其实都是跟你的心有关系 所以心为一切法的阻挡 那么影响的基本上就是 一业跟一元 善恶业 依你的善恶业 跟你的善恶业 那么生跟浅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他说 《波勒经》里面讲 菩萨从一佛果 至一佛果 终不理佛 其实是不理佛法 从一佛果 至一佛果 终不理佛 那为什么可以从一佛果 至一佛果 至一佛果 终不理佛 比如说我们像 大师师菩萨念佛云通常 他告诉你 他说 如母一子 如子一母 母子立身 不相为远 众生念佛 他告诉你这个方法 这个也是有效的 但是他是这样的 波勒经是另外一种方法 这个是直接的 直接有效的 如母一子 如子一母 这个是间接 如母一子 如子一母 那当然 这个母就是佛 佛灵念众生 希望众生都能够成佛 但是众生不一定 但是如果 如果子 母若一子 母若一子 子若一母 他是说 那么 就是 其实就是心 意就是心 心死死意念 意念 所以念 那么他说 子若一母 子若一母 这个儿子就是众生 这个是众生 众生如果 我常常意念 其实 意念 所以 佛法告诉你要正念正知 其实就是这样 子若一母 如母一死 如母一死 因为佛是一子 佛是一子 都是希望度众生的 希望众生能够得解脱的 就好像 所有的母亲 都希望 所有的儿子 能够幸福快乐 儿女能够幸福快乐 能够得到最大的 这个殊胜 最大的功德 那么 子若一母 如母 如母一死 就好像母亲 意念儿子一样 母子立身 你看 不相为远 你看 就是什么 不管 滚过多少生 这个母子 都会怎么样 都会在一起 不相为远 你看 母子立身 不管立身到哪里 不管到哪里去 不管多久 母子立身 不相为远 一样 那意思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就是 波罗经里面讲的 从于佛果 终于佛果 终不离佛 终不离佛 母子立身 就是经历过 生死 生死 都会在一起 为什么 心 夜 缘 缘 缘从缘来 缘就是 金固不动的心 母子立身 不相为远 就是 终究会在一起 有缘 就会再相聚 没有缘 就算见到了 也不当一回事 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 但是见到了 很快就忘记 不放在心上 不放在心上 不相为远 那波罗经说 怎么样从于佛果 之于佛果 终不离佛 就是 你的心 对法 要有智慧的心 与法相应 相应与法 你要跟法相应 你要跟佛相见 最重要的是 要跟法相应 心要与法相应 所以佛头常常教佛地址 天文佛法之后 要实识正念正知 你要念佛所教的法 而且心要跟这个法相应 知佛所教的法 是在说什么 那么这样 因为你跟法相应 如果你没有解脱 你没有解脱 你终究还是会见到佛 你终究还是会见到佛 就算你没有见佛 你还是可以以法得解脱 正出国的人 已经跟法相应了 就算七次佛都还没来 他还是可以得解脱 如果你不跟法相应 你就算七次你都见到佛 你也得不到解脱 你也得不到解脱 所以重点是要见法 见佛是为了见法 所以 那我们怎么样 比如说这一生 我们下一次要见佛 又到什么时候 弥勒佛的时候 弥勒佛很久 人寿八万岁的时候 那已经是很久了 到弥勒佛来之前 弥勒佛来之前 我们如果每一次都做人 每一次都做人 或是升天 佛弟子 做人升天 做人升天 到弥勒佛再来之前 那么我们可能至少要经历不到几万次 生死 几万次的生死 那如果说是一般讲 这样算是五十六亿年 或怎么样 那太长了 我们不要讲那么长 讲到我们觉得好像没希望这样 不要讲那么长 比如说五万年好了 五万年好了 那五万年 如果我们每次都做人 如果升天的话 升一次社界天大概就没有了 升一次道立天 升一次社界天就没有了 那我们做人好 就每次都做人 每次都做人 那这个 因为行菩萨道 都是要到人间来嘛 要发愿在人间嘛 那你要行菩萨道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或是每次都能够 每次都能够知道佛法 能够行菩萨道 好 那么每一次都做人 在弥勒佛来之前 每一次都做人 如果是五万年 那么五万年至少每一次一百岁 要经过一万次 是不是 每一次都让你活一百岁哦 活一百岁很长了吧 那么就算现在每一个人七十岁 那么一百年减一岁 减到后来成五十岁 你还是可以活一百岁 因为还是有长寿短命的嘛 你每一次都活一百岁 活一百岁 活一百岁 活一百次就一万岁 五百次 还要经历过五百次 五万年要经过五百次 每一次活一百次 要经过五百次的生死 那你在这个弥勒佛来以前 五百次的生死 那怎么样可以不忘思佛法 怎么样都可以遇见佛法 因为你的心有佛法 而且没有忘思 那因为你是谁 你不管去哪里 你都是带着这个心 你的心里面拥有什么 这个心就好像一个皮箱一样 一个行李箱了 你随身背着 里面有什么东西 只有你知道 你曾经照过的业 都在这个背包里面 假设把这个心放下一个背包了 你到哪里 你这个背包都背着 你去坐车 你的重要的东西都背着 一样 你不管身到哪里 你都背着这个东西 那你能够拿出来是什么 有的人修福报的 拿出来是金块 有的人没有修福报的 拿出来是砖块 那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 有的人拿出来是面包 有的人拿出来是过期的面包 或是几厘米而已 一条番薯 就不一定 就看你累积了什么东西 那所以每一个人背的是不一样 佛教徒基本上都还好 都可以拿出一些 比如说比较好的东西 智慧的比如说书本 金本 或是面包 这些东西 或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有修福报 你有文法 但是品质也不太一样 就每一个人的智慧不一样 福报修的不一样 心的虔诚不一样 好 那我们可以生生世世 都遇见佛 就好像你背包里面有一本金刚经 有一本波勒经 你到美国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有佛法的地方 你都不会把金刚经拿出来念一遍 基本上类似像这样 所以 只是那本金刚经不是真的一本经 是你内心的 内心的一个智慧 所以你不管生到哪里 你就会想这件事 你没有遇见佛 你会想的跟佛差不多的事 就是跟佛法差不多的事 你就会 如果你习惯观无常 你就会对这个世间 很容易 即使你没有遇见佛法 有你过去世的因缘 你很容易就思维无常 虽然不是佛教的那些名项 但是道理差不多 你就会想到 无我 你就会想到 一般人出生的 开始年轻的 只会想 我要赚什么钱 我要从事什么行业 比较赚钱 就会这样想 但是他不会 他也会 他比较会想 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 我们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差别 比如说憨山大师好了 你看 憨山大师 小时候 他的妈妈叫他去读书 他的妈妈也很厉害 但是他的妈妈也是个佛教徒 常常供养那些出家人 不一定是个佛教徒 但是类似 他常常供养那些出家人 他对佛教徒 他对佛教出家人 是有好感的 那么 憨山大师年轻的时候 他的妈妈就送他去读书 要过一条河 过一条河 送他去读书 然后他很想的妈妈 年纪很小嘛 他们都是十几岁就要去读书了 都要去那个 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学校 有私属 然后要去读书 他有一次太想念妈妈了 自己就坐着船 回来去看妈妈 他想说 因为太久了 好几年没见妈妈 他太想念妈妈了 他就回来 妈妈一看到他回来很生气 就说 你应该要好好读书 你没有读书好 读好 你就回来 他说他想念妈妈 一般妈妈就会 就招待他 把他送回去 妈妈没有 把他带到河边 把他丢到河里面去 他差点淹死 还有旁边的人 赶快把他救起来 真的 你看他妈妈 他这个妈妈实在是 他说 你以后 没有成就之前 不准回来 把他救回来 人家好说歹说 后来他又送他去读书 韩山大师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不敢再做这种事 就在那边好好读书 有一次 就是 有一次 他自己的《汉山梦永集》里面写的 他说有一次 他曾经问他妈妈 那么说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读书做什么 他说 读书才有功名啊 因为那个时候考功名 就是功名利路 就是你要做官啊 那你才生活过得好啊 那么 他说我们读书做什么 可以考功名啊 考功名做什么 做官啊 那为什么要做官 做官你才可以有好的生活啊 就算你要利益众生 利益百姓啊 那说 这样啊 那 那做官最大可以做到多高 你做官可以做县长啊 可以做什么做什么 最高可以做到什么 最高 最高可以做到宰相啊 宰相再上去呢 没有 你不可能做皇帝嘛 你做皇帝就是叛变才可以做皇帝啊 最高可以做到宰相 他说宰相可以做什么 他就一直问我 做宰相可以做什么 做宰相 做宰相 就是你有面子吗 那你家人可以得到利益吗 你可以服务百姓吗 那我用了那么几十年的时间 你看 他都不能回来 都在家里 刻苦读书 我刻苦几十年 我就做到宰相 就只能做这样 那这样好像 好像也 也 我用一生的力量 我就做到宰相 然后最后呢 最后也只是这样 他说那这样有什么好 他妈妈就随口跟他讲 如果这样你都不满足 那你只能去做那个游方生 很多出家人在外面要求解脱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一听到说 那什么叫游方生 还有其他的吗 除了做官 做到宰相 最大做到宰相 除了做这个 还有其他的可以做吗 他说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都没有意思 那么你只能做出家人 他说那什么是游方生 游方生 出家人 在外面 以前的出家人是四处参访行脚的 所以叫游方生 那个是明朝的时代 有一些 那他妈妈参长共感就又放生 那这些出家人也很恭敬 他说那你只能做那个 他就说 那那个又是做什么的 他说那个就是学佛求解脱 这一些 那可以利益切众生的 他就说那我要做那个 你看喔 你看小小孩 小孩就这样讲 他妈妈就说 那个也不是大家都可以做的 要有福报 要有智慧才能做 那我要做那个 我不要做宅相了 你看 一般的人 不会这样想 真的 一般的人只是 我要读书啊 比如说以前我们读书 你要填什么科系 是根据什么来看的 这个读完之后 是不是比较容易赚钱 对不对 或是家族比较有名望 比如说做医生 家族比较有名望 都是根据这个来填的 你填志愿表 你们如果有考大学 我是考高中 我是 我是拒绝联考 被联考拒绝 我那个时候太穷了 没有得读书 我那个时候我知道 要填志愿 都是要 都是为你的 你的志愿是看 这个世间 什么最赚钱 什么比较受人尊敬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呢 那你有没有想 我这一生 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 就像我妈妈以前跟我讲 我生你 你生别人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这个是每一代都这样啊 不然人类会断绝 我妈妈这样跟我讲 以前我要出家的时候 她觉得她没有脸去见我的爷爷 我爷爷已经往生了 因为我断她的香火 她觉得她死了没有脸见我爷爷 这个是世间人的想法 世间人的想法 那么 你看一般人就会这样想 你看憨三大师就不用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想 其他人就说 好 那我要 我要立志求取功名 十年寒传苦毒 你看他不这么想 他为什么可以 直接说 那我不要 做到宰相也只是这样而已啊 他不要 你看 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个 他为什么可以 过去世的 累积的 那么 你曾经这样想过吗 你曾经想过说 我们生来是做什么的 我们的生命 到底是怎么形态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来这个世界是做什么的 我们应该做什么 你有想过这样吗 有 就是 我来这个世界 有些人就是 比较穷 我来这个世界就是受苦的 比较富有的 我来这个世界就是享福的 我要 我要赚更多的钱 我要让大家都看得起我 这个是世间人的啦 所以你要去做什么职业 取决于什么 哪一个职业比较容易赚钱 哪一个职业比较容易赚钱 赚比较多的钱 你要做官是因为 你有权力 有权力就比较不用受苦 很少人去想 很少人去想 这个生命 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死了又去哪里 你像那么多皇帝 大概没有几个皇帝 像孙之皇帝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后我是谁 茫茫的入了几百年 到底又为了什么 你看他做皇帝 他不觉得好 皇帝 只因当年一念叉 皇帝换却只夹杀 你看谁会这样想啊 皇帝必须都来不及了 他还要去换夹杀 你看 为什么有些人自然会这么想 你看妙贤跟大夹杀 妙贤是了不起啊 他会觉得他要修犯恨 他要解脱 那么 我们这个是来自 你看我们说过嘛 你走的时候是带着你的业 带着你的念头 你那个心念 你来的时候 一样把那个习惯的心想 习惯的想法带过来 你习惯这样说 你习惯这样想 你习惯这样做 那所以现在 现在你要把这个习惯养成 就是习惯天文佛法 习惯思维佛法 习惯修学佛法 你的身口意不离开文师修 我告诉你 你只要这样做 不管你生到哪里去 你生到美国 就算你生到非洲 你生到阿拉伯 你生到火星 生到土星 我告诉你 你都会思维佛法 为什么 习惯来的 夜来的 那么如果你 你多供养三宝 多护持三宝 所以 你就很容易遇见佛法 那么或是出家人 你就会再遇见佛 遇见身 如果你多供养三宝 所以两个重点 两个重点 这一生 我们遇见佛法了 你能够遇见佛 遇见身 你能够遇见佛 三宝吗 这个很重要 你能够遇见佛 跟遇见佛弟子 就生 生也有可能是菩萨生 你能够遇见佛 跟遇见身 来自于你护持 什么 护持 护持佛法 护持佛教 护持佛教 像大家护持禁诀院 那么你来自 你不是会再遇见禁诀院 不一定 但是你一定会遇见 那么誓愿 遇见佛陀 遇见身出家人 因为你护持 因为你护持 护持佛教 那么你 虽然护持佛教 但是你不听闻佛法 所以你就是喜欢在佛教里面这种感觉而已 你会遇见出家人 你会遇见佛 但是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跟法相应 像妙贤也这样 六四都遇见七次 六四都前面 总共七次遇见佛 前面六四都遇见佛 他也只是供养佛而已 欢喜而已 他是有福报没有错 福报是有弱的 用完就没有了 你赚的钱 你用完没再赚就没有 你挑的水 喝完没再挑就没有 你的智慧 你在学校学九九乘法 你会不会用的完的一天 没有 你算一千次一万次 他都不会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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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學校出來之後 你用了一百萬次 你還用不完 你什麼時候要用就什麼時候有 福報有一點像你挑來的水 挑多少你就用多少 用多少你就掃多少 智慧有一點像從地湧出的水 隨時去用隨時有 怎麼用都用不完 這不一樣有落跟無落就差在這裡 你修學佛教比如說你見寺院當然也要 不然你不容易遇見 你不容易遇見佛跟身你就不容易遇見法 因為多數的法都是從佛或是佛弟子 而得穩的 所以你要一般要先護持佛教 你做這個 然後要怎麼樣 你還要遇見法跟法相應 與佛相應 與身相應 這個是佛 這個是菩薩或阿羅漢 但是重點在法 佛跟身也是修學法的喔 佛跟身也是修學法 才值得我們供養喔 如果他不修學法 那他要不就是外道 要不就是跟凡夫一樣 那也不值得 那不是福田嘛 好 還要怎麼樣 要跟法相應 從一佛果之一佛果 不理佛 不理法 要怎麼樣 要修齒佛法 這兩個 你只要保持這兩個 我們講修學佛法好了 護持佛教 其實修齒跟護持 修學佛法 就是 你護持佛教 那麼 你在修學佛法 那麼 你就能夠 生生世世 從一佛果 治一佛果 中不理佛 中不理法 你這一世就是一直要這樣做 那你不一定出家 不一定出家 不一定出家 你就是經常的護持佛教 在你的能力範圍內 經常的護持佛教 護持佛跟護持生 護持佛跟護持生 修學法 重點還在這裡 修學法 那麼 你不用擔心 隔音之明 妙賢也有隔音之明 誰沒隔音之明 有啊 但是 但是 你再怎麼迷 你還是一月 一元 一月 出現在這個事件 一元 遇見什麼人 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所以 你知道不知道 沒關係 因為 自然而然 那個業力 那個因緣 就會讓你 成為什麼 能夠做什麼 所以 所以你掌握了 就是在我們這 有生之年 不斷的 不斷的護持佛法 護持佛教 修學佛法 你 如果你修學到跟法相應 政見真上 就是你非常的肯定 具有政見 那麼 你一定 因為你護持佛教 你一定會生到 有佛法的地方 你不會生在外道的家庭 邪見家 不會生在邊地 他基本上 基本上有三個 邪見家 邊地 邊地就是沒有佛法的地方 那麼有佛法的地方但是他是邪見家 或是 或是你自己本身 四字變衝 這個是什麼 這個都是 你沒有辦法在佛法上 你遇見佛 但是 跟佛不相應 跟法不相應 四字變衝 那麼這個都沒有辦法讓你在佛法上得到利益 你生在邊地你根本遇不見佛法 遇不見佛法 你不是在邊地但是你在邪見家 那麼你也不相信佛法 你遇不上佛法 你不相信佛法 甚至 覺得那些是外道 那一些是魔 那些是偶像 那麼你 你不在 你身在 身在有佛法的地方 身在佛教家庭但是你四字變衝 你覺得 你也不相信 不相信佛法 不見到佛法 不能聽到佛法 聽到佛法不相信佛法 那這個不但不相信這個還要毀謗佛法 這個不一定毀謗 但是他就不相信 你依然沒有辦法 所以他必須因為隨著心隨著念 所以你必須要 你要修學佛法讓佛法能夠入心 氣入於心 佛法你不入心 法不入心 他緣不深 這個人不入我的心 我跟我的緣也不深 是不是 我看到 認識認識 點頭之交 一下子就忘記了 一快很快就忘記他的名字 真的 如果是很深刻的 入心的就不一樣 如子亦母 如母亦子 子若亦母 如母亦子 就好像母親亦 兒子一樣 就是 你對佛法 你對佛法 的這個心 時時刻刻 氣入於心 就是說你時時念著法 那怎麼樣才能夠 讓佛法入心 我們聽到那麼多佛法 為什麼對我們在我們 有些在我們身上產生不了作用 為什麼產生不了作用 因為 第一個 第一個 你想不對 第二個 想對了 想對了 沒有很 專注的想 第三個沒有常常想 就是我們說的什麼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要塑塑思維 你才能入心 真的 思維之後 不是思維就好喔 思維是很重要的一步 但是你單單思維 單單思維法的源是深 但還沒有可以突破 你還必須怎麼樣思維之後要怎麼樣 修如梭修行 要去修學 要實際上去實踐 所以叫做文思修嘛 但是這個思基本上在這個思上我們就沒有啦 我們只有文 只有文 那只有文不行 大部分在文這裡而已 有的連文都不文啦 就好唸佛就好 根本就不知道法是什麼 那不行 那我們現在的毛病叫思沒有 思沒有 所以 你就是 富此佛教 但是要修學佛法 修學佛法 離不開修 離不開修 修之後是什麼 是正 是完全 是完全棄合啦 那麼 之前你要讓他入心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塑塑思維 就是那個心 一直在想這件事 想得很徹底 很明白 一直想 那麼把那個道理弄清楚 就是你心裡面常常想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跟這個人有緣 你常常想佛法 你就跟佛法有緣 你就跟這個法有緣 專精思維 塑塑思維 那麼不外物就是要讓他入心 清楚明白 就是基本上 思維 這個是思維 思維 分別 那麼專精 塑塑 基本上就是要讓他 專注清楚 深刻 他就是要深刻 深刻的理解 那麼他才能夠什麼 他才能夠入心 入心之後他不容易忘記 那麼他隨時作為他的指標 就是他在處理事情 或是遇見事情 他思維的一個指標 所以他不容易忘記 不容易忘記 比如說 佛法告訴我們 觀受是苦 或是說 世間皆苦 好 那麼你在有這種感受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觀 你就馬上會想到 世間世苦 比如說 我據我自己的例子 我以前在家的時候 我說過 我早上的時候 會送花園經 沒有送晚 就是送極卷 而且是雙盤的 晚上的時候會送花花經 平常的時候 我會背金剛經 真的喔 然後金剛經就常常背 每天至少送一遍 每天至少送一遍 因為 以前講新經的時候有講過嘛 因為 以前說 送金剛經會有智慧嘛 我又很想得到智慧啊 然後所以 有時候天天送金剛經 那麼送到很熟的時候有一次 發生了一件 就是讓我很傷心很傷心的事 那我就 一直想著那個 一直 一直想著那件事 我就一直哭 眼淚一直流了 然後又不敢給人家看見 但是忽然間 當我 因為在想那件事的時候 你對那個禁的時候 你對那個禁的時候 那麼你自然那個情感 就覺得啊這個事件真苦 但是我因為我常常送金剛經 那金剛經有一句話就是 就是比較容易記 叫做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好 那麼 忽然間我在想那件事的時候 因為很傷心嘛 就覺得 我就覺得我自己 怎麼這麼可憐 都會遇見 都會有這樣的事 然後忽然間那一句話 那一句話 就忽然間出現 自己出現的 也不是我 因為我就在想那件事 忽然間那一句話就出現在 我的腦海 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我就想 這就好像一場夢一樣 就好像那露水 我就仔細去想這件事 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因為我常常念 但是一般我就是念而已嘛 沒有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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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間我在想這件事 那 那個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就出現了 我很容易我就想到 這個就是一場夢 忽然之心就不難過了 真的 那要想得很仔細喔 要仔細想喔 就是坐下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傷心的時候 是坐下來的啦 不是現在站著的 就坐下來想 因為想得很難過嘛 就一直流淚喔 自己一直流淚喔 忽然間因為我 天天送金剛鏡 我有一本專門送的 天天送金剛鏡 那送的時候忽然間 想到非常傷心 因為你就一直在想那件事嘛 忽然之間 一個念頭起來 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那我就 不想那個喔 就想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喔 就想夢幻泡影 那只要是夢 只要是夢 就想啊 這一切 真的就像一場夢 然後就開始想 從過去到現在 都像夢一樣 就想了想的時候 不難過了 真的不難過了 都不會難過耶 那麼難過的事忽然間 這一句話來 都不難過了 但是要入行喔 你不入行 念還是難過啦 如夢幻泡影 我也知道啊 但是 我就放不下啊 是不是 我們就會這樣 就比如說那個人 一個人 你想到那個是一個人 怎樣怎樣 所以怎樣 師父我知道如夢幻泡影 知道是知道啦 但是 我就放不下啊 我就不甘願啊 你看 但是那個就是你沒有常常想 而且 不夠深刻 不夠深刻 忽然那個 就給我一個 我怎麼忽然間就不難過了呢 要深刻 而且要專精 就是你那個心就忽然間在那裡 因為你過去有常常念誦的因緣 那這一次 思維 以前都沒有突破 以前都沒有突破 但是你這一次所有能夠突破 也是因為過去常常念常常念 但是 你從來沒有思維也沒有突破的那個時候 但是這一次你專精思維 那麼而且不是就是 你很你就是很專心的在想 你忽然間就好像明白了什麼 真的喔 那比較好一點的就是你聽一次就明白了 比如說六祖 從來沒有念過金剛經 那他過去一定是思維過這個東西 所以他單采過去的時候聽人家在念 聽人家在念 因無所住而生起心 他馬上就明白了 像舍利佛 從來沒有聽過緣起 聽馬聖比丘跟他講 他馬上就明白 那個來自於他過去的習慣思維 而且跟法的結的遠深 所以像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就是常常聽法 常常思維 一有事我們就思維佛跟我們講的 我們所有發生的事情 都是緣起的 沒有一件不是緣起的 所有我們見到的所有境界都是無常的 沒有一件不是無常的不是嗎 那你有曾經從這個角度上去想嗎 如果有那恭喜你 恭喜你 你多想幾次 哪一天 你喝茶杯子掉了 看見樹葉掉下來了 買到一個蘋果壞掉的 你可能就從這個境界裡面 建法喔 真的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 佛地址那麼多 煩惱那麼重的 有時候只是一句話 一個動作 或是一個念頭 釋迦佛也沒有杯子掉下來啊 也沒有樹葉掉下來啊 他看到什麼 看到流星化過 對不對 你也不一定看到流星 辛勞上是杯子掉下來 然後你不一定是什麼 甚至都沒有境界 你也可以體悟 你五不還天的人 他哪有什麼境界 哪有杯子 哪有樹葉 哪有流星 沒有啊 但是他也 他時間到了他就會震 只是因緣俱主 你就是現在念 來積聚那個因緣 積聚那個因緣 你就是護持佛教 跟三寶結緣 修學佛法 跟法結緣 跟佛跟神結緣 你不是 不管你有沒有歸一三寶 你生生世世 心都一三寶 你現在就算有歸一陣 又歸一誰 又歸一誰 那麼那麼多歸一陣 誰跟你證明 沒有用 你些人都沒有歸一陣 你的心 十十 二六十中歸一三寶 對不對 是啊 所以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你 如果 就現在 哪一天不知道 我覺得啦 我覺得 我們如果繼續這樣做 那麼有一天 不知道哪一天啊 那你也 你也不要去管哪一天 因為這個是因緣劇組的東西嘛 你不要急 不要急 但是 因為我們太急了反而做不到 趕快趕快不是 這個不是這個不是急得來的 你就是你但是你就是努力 你不要說那不急啊 我們等啊 沒有這個不是等來的喔 這個不是等就有 而是我們努力 時間到就有 你不努力 你等也等不來喔 就等那個因緣沒有因緣不是等來的 因緣是由願力你實踐努力來的 所以每一天 很用功很用功 就是 但是也不要急就是了 那 你都是父子佛教 那麼修學佛法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你未來生會生到哪裡 會成為什麼 但是你一定會遇見佛法 因為一夜 我們是一夜輪迴的嘛 一緣 一緣 而成就的嘛 你不管要成就什麼事都要有緣 都要有緣 沒有緣就成就不了 不但不能助到還會漲到 那你的善緣多你的法緣深 法緣喔 善緣多法緣深 像妙賢這樣 妙賢的善緣多 他共養六尊佛 但是他有法緣有深 那麼他 很快就能成就 他也沒有多久 你不要講什麼 常常講摩登前女就好 摩登前女跟蓮花色 你看他煩惱那麼重 但是 他跟阿難有緣 摩登前女跟阿難有緣 這個蓮花色比丘女 跟木劍人有緣 那麼這個緣當然他不是跟個人的緣而已 他還要跟法有緣 不然跟人有緣 那只是緣而已啊 他也幫不了他 但是他幫的有限 如果大家是也可以幫妙賢 但是妙賢自己沒有法緣 那也沒辦法 沒辦法 即使你跟佛有緣 也沒辦法 你像妙賢 妙賢六四跟六尊佛 不是六四 他不只六四 但是他在佛出現的時候都遇見佛 跟佛有緣 匹佛師佛幫不了他 對不對 菊娜含摩尼佛幫不了他 到迦瑟佛的時候他已經累積五尊佛的因緣了 也幫不了他 他還是沒解脫 他還是做人啊 還是做最莊嚴的那個人 每次人都看著他的那個人而已啊 從佛跟神來的嘛 對不對 一開始跟佛 所以 我們現在 很肯定 我們跟佛跟神有緣 不然你怎麼會在寺院裡面 對不對 你跟法也一定有緣 只是 有深有淺 不然你怎麼會在這邊聽法 你願意來聽法就表示 你的心是認同 法是重要的嘛 是不是 那表示 你的法 你是跟法有緣的喔 但是 緣深不深 深跟淺就很難說了 如果是深的那聽了 不只是認同 而是怎麼樣 而是 你很深刻 而且 你 死死會想起來 你能夠理解 同樣的法有些人 聽了 作用不大 有些人聽了作用就很大 有些人能夠實踐 有些人不能 有些人實踐起來很順手 有些人就不順手 KK 卡卡的 那是什麼 那就表示 你還要怎麼樣努力 你還要多努力 真的 那麼 這個都不是一生一世成就的 那不管過去一生我們走到哪裡 我們現在都要再向前一步 就要再往前推進 你要朝這個地方回去 或是 有空的時候你就要想 佛法 講元起 講無常 那你要去思維這個 因為 世間就是元起的 你見到的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事 任何一個東西 都是元起的 那你有沒有在見到 比較重要的人事物的時候 你就會觀元起 你就看到元起 你有沒有見到 世間都是生滅的 都是生滅的 但是你看到所有的生滅現象 你有沒有馬上就看到無常 這個就是深跟淺的問題 真的喔 如果你馬上看到了 就好像你見到這個人 馬上知道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那個就是你跟 你 你對他的認識很深嘛 對不對 那麼世間都是元起的 世間都是無常的 可是 你看到元起的現象 看到無常的現象 你有沒有馬上就知道 喔 無常 喔 元起 有沒有 沒有 那表示 你還沒有 沒有如理思維 做做思維 如果有 知道是知道 但是 你的心還不能調伏 那你已經進一步了 你先知道 那知道之後你就常常想 如理思維 什麼是元起 那無常 生滅又是怎麼樣 所以 他告訴你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以及滅現前 若人生百歲 不見元起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見聞之 講的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 元起的就是生滅的 有因有緣嘛 因緣不在就沒有啦 所以當你了解這個東西的時候 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 是不是都是元起的 是啊 是不是都是無常的 是啊 那麼 就好像 你看見那一朵花 開了 你知道花開了 歡喜 但是花卸了 你會不會哭 會不會 不會 為什麼 花開就一定會卸 你看見花開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有一天會卸 你看見 唐花今天開了 晚上 傍晚才開 明天你早起來就卸了 你會不會哭 你會不會說啊你怎麼卸那麼快 不會 因為唐花的性質就是這樣啊 是不是 傍晚才開 開了一夜而已 隔天早上就 就沒有啦 那是因為你知道嗎 好 那你看這個世間人來來去去 事情發生的非常多 你不會擔憂 不管 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事 你不會擔憂 現在發生什麼事你不會執著 你不會啊 過去曾經發生什麼事 你也不會 你也不會掛愛 你不會後悔 因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元起的 你好好想這一些事 那麼你就會發現到 你生活在這個世間上 你的掛愛變少了 你的執著變少了 為什麼 因為你深入元起 越深入 越深入 你的煩惱就越少 你的執著就越少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還沒有 那麼你就必須做 就是你從 付持佛教 修學佛法 要修學佛法 一定要文法 文法之後 這個如理思維 要塑塑思維 要專精思維 之後 你自然而然 你思維的夠力 你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會讓你去實踐 自然而然 那一開始還沒那麼深的時候 你要告訴自己 要如梭修學 要自己去實踐 但是當你思維很深刻 因為他是這樣的 文思修 文思修 修又文又文又思修 這樣 不斷地反覆 一陣子之後 他就自然而然的 那麼有一天 你抬頭看見流行 你就像釋迦摩尼佛這樣 哎呀 諸行無常 然後你就怎麼樣 你在配上你過去的善根 你有可能就正入 正出國 正俄國 正三國 正阿羅漢 有可能喔 有可能 至少 至少 你是深刻讓你正見真上 你下一輩子 不管生到有佛國土 無佛國土 不管遇見的是邪見的 還是正見的 邪見的你知道邪見 你不會跟他相應 正見的你知道正見 你就跟他相應 真的喔 真的 就好像你 搬去美國住 旁邊都是教堂 你 你不會相應 直到有一天 你去到那裡看見佛堂 你相應了 類似像這樣 那你看很多書 他也不是沒道理 但是你就是不相應 有一天 你看到阿安經 相應了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這些都是跟你過去的元 跟你過去的業有關係 過去的元跟業 跟現在的心有關係 你現在的心 心在哪裡 元就在哪裡 心在哪裡造作 業就在哪裡 所以你必須在佛教跟佛法中 在佛法中造業 在佛法中發心 在佛法中用心 在佛法中用心 這個很重要啊 那麼你要常常讓自己這樣 不用過很久 真的 那麼 那麼 這一輩子 你像現在 我們至少都可以修個好幾年 那麼 你只要這一生 到你 到你靈命中之前 你都還是 你都還是 保持在 思維佛法 如理思維 即使要往生了 你說好現在 那麼我生病了 躺在床上 那麼我準備要往生了 你都要這樣 諸行無常 世間是緣起的 五運是何何的 那麼 但是你心很篤定 不管我去到哪裡 因為 它是隨業跟隨遠的嘛 對不對 可是我 其實在靈命中的 我的心 都在思維佛法 那麼 隨業 那麼我這一生 都是護持佛教修學佛法 我這一生都在護持佛教修學佛掌 那麼養成習慣了 至少我要躺在那裡 我告訴我們 人本來就有生老病死 但是這個不是結束 這個是另一段的開始 那麼即使我在靈命中之前 我也不用人家把我祝念 為什麼 因為 我本來就常常正念 對不對 那我也不擔心 因為死亡不可怕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道要死到哪裡去 死了做什麼 但是我們現在雖然 不知道要去哪裡 但是我們肯定 非常肯定 我因為 我死死亦佛念佛 我從亦佛國之亦佛國 終不理佛 我不忘失正法 所以不管我生到哪裡 我都會 我都會遇見正法 既然是這樣那什麼好擔心的 有什麼好害怕的 時間到了是嗎 我們講到幾點 11點10分 我們都會遇見正法 相信正法 因為 你有那個緣 他自然會來找你 要不是你去找他 要不是就是他來找你 要不是就是 你跟佛法 不齊而遇 真的 不是你去求法 就是你要哪一天你就遇見法 你跟那個人有緣 不是他來找你 就是你去找他 要不就是兩個人 在哪一個地方 不齊而遇 真的 一樣 因為這個就是緣跟業的問題而已嘛 那緣跟業都是來自於心 都是來自於心 所以保持你這顆心 常常在 護持佛教 修學佛法 那妙顯 妙顯這個我們再講一下 這妙顯供養六尊佛 供養六尊佛 那麼 這個其實還是有肉的 所以法才是無肉的 福報是有肉的 那麼我們應該跟上次跟大家類似講過 像釋迦佛 就是有一次跟這個 跟這個波斯逆王講 波斯逆王啊 因為有一次結下三個月 三個月 所有捨位國 波斯逆王在喬撒羅國嘛 喬撒羅國捨位成 齊遠金色 那麼那些比丘都是大阿羅漢 一千兩百五十個不只啊 都很多 都是大阿羅漢 你能夠供養一個阿羅漢了不起啦 供養家六頭余 供養家瞻眼 一個就了不起啦 供養那麼多人 你看他福報多大 我們都沒有辦法 也許我們過去在印度佛在世的時候 也曾經是 也曾經遇見佛 也曾經供養過 很難講啊很難說 那麼 那麼但是能夠供養一尊就了不起啦 那你看 他供養那麼多 而且不是一天 你要知道 很多人都想供養 很多人都想供養 像 辟舍穴夫人 陸子姆 那麼他曾經跟佛陀說 希望佛陀以後 每一天的 每一天都由他供養 佛陀不答應 佛陀不答應啊 他想要每天供養佛也供養不到 不能夠讓你一個人供養啊對不對 那佛陀也是去脫波 遇到哪裡 誰 那麼 你看 他三個月 所有 捨未成那些 阿羅漢 都他供養 福發大不大 所以他供養完了之後 他把那個所有村莊的那個牛都包起來 那麼 就是那些牛奶 都拿來供養 全部喔 那麼叫他們那些 那一些 那一些木桶每天都送牛奶來供養 這些出家的 全部他包 全部他包 他三個月結下完了之後圓滿了 他跟佛陀講 我這個 福報修圓滿了 佛陀說國王啊 不要這樣講啊 福報沒有圓滿的 為什麼 他是有弱的 他會用完的 他就 他就跟波斯尼王講 國王啊你要知道 我過去生 我相信啊供養的佛比你多啊 你是供養阿羅漢 我是供養佛 我供養多少多少遵佛 我也有福報 他做過 他做過道立天的天王 做過飯天的天王 做過色字在天的天王 他做過很多天王 做過轉輪聖王 出門的時候有多少軍隊 有多少工女 有多少子女 在做天神的時候 那個有多少珍寶 多少什麼 他就開始講 那個時候 他就講那個時候 做轉輪聖王的時候 水寵是多少 珍寶是多少 宮殿是多大 做道立天主的時候 那個天將天兵是多少 那個宮女是多少 那個寶物有多大更殊勝 做飯天王的時候 哇那個更高了 現在呢 現在沒有 只有一件袈裟 什麼都沒有 那些宮女呢 沒有那些寶藏呢 那些宮殿呢 都沒有了 用完了就都沒有 都沒有 一樣啊 佛陀福報那麼大 用完了也沒有 那你波斯尼王都沒有福報大 你看波斯尼王現在那些宮女在哪裡 那些宮殿在哪裡 那些寶物在哪裡 也沒有啊 當然波斯尼王後來也 好像正出國的樣子 不知道 他也因為佛法的因緣 那你看那個福報那麼大也沒有啊 你看廟賢 那麼 看見他就被他迷住的人有多少 那那些人呢 現在人家還迷他嗎 沒有啊 那麼你看 那個是有肉的 會過去的 所以不要發願要成就有肉的福報 要發願要成就無肉的智慧 真的 但是你要知道 無肉的智慧還必須從有肉的福報中 升起 所以要先護持佛教 那護持佛教不是只是為了得福報 女眾不是為了得莊嚴 女眾不是為了 讓男眾喜歡 男眾不是為了讓女眾 痴迷 不是 要怎麼樣 要有智慧 要發願 就算在家也一樣 在家也不要只是發願 我供養佛陀 我護持佛教 我只是希望 子女孝順 子女健康 父母健康 父母健康 子女孝順 事業成功 先生事業成功 太太 身體健康 不要只是發願這個 這個不用發願 你這樣修自然會有 真的喔 不用發願 你要發願 西安瓦生生世世 能夠遇見正法 在正法中得成就 然後來利益眾生 像佛一樣 念佛就是要學佛 佛就是這樣 他遇見七尊佛 也是 你看 還好 但是他過去也有那個法的緣 從供養三寶中來 福報一開始 但是 還必須 你要成就 還必須從修學正法中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幾分鐘 大家社還有一件事可以講 就是 一般傳說大家社錄定在基竹山 等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把釋迦佛那件夾沙 釋迦佛那件夾沙 大家社穿著 這是釋迦佛成佛 成佛那件夾沙 大家社身上 那麼有一個傳說 中國的傳說就是錄定在基竹山 那麼沒有入涅槃大家社沒有入涅槃 等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他會到基竹山 那基竹山不是雲南的基竹山 是印度的基竹山 他為什麼叫基竹山 因為 他那個山有三個山峰 就像雞爪一樣 所以 大家社去的時候 不是大家社 大家社錄定在那裡 然後穿著釋迦佛的袈裟 等彌勒佛成佛能受八萬歲的時候 彌勒佛會帶領 所有的天人到基竹山 會問他們說 你們 前一尊佛是釋迦佛 你們想看釋迦佛陀陀的地址嗎 好 大家都好想看 就去 然後那個山就打開 彌勒佛就走出來 不是彌勒佛 大家社就走出來 然後把那個加沙拿給彌勒佛 一般是這樣傳說 那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樣 大家社到底有沒有入涅槃 其實 這個大彌勒佛道論討論過 那麼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記載應該是這樣 大家社其實是入涅槃的 那 基本上 他入涅槃也是 也是握著 然後入涅槃 但是 他用那個願力 定力 讓那個身體不壞 讓那個身體不壞 但是他入涅槃 但是他入定讓身體不壞 就是用那個願力 讓那個身體不壞了 那個山峰起來 那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看大家社 其實他已經入涅槃了 他已經入涅槃了 但是他的身體還保留著 其實是這樣 那封在那個山裏面 等彌勒佛再來搞不好 說不定 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你們有幾個人 就是 就是也身在彌勒佛那邊 跟著他一起去看大家社 也很難講 因為 那麼你如果想要身在 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那麼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兩點 一點就是 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他是慈心相應的 所以現在你要增長你的慈悲 特別是吃素 彌勒佛從小就慈悲 對一切眾生非常的慈悲 慈心 你才能夠生到彌勒佛 慈心到最高就是壽命場 就是壽命場 無量光 無量壽 無量壽其實就是 他那個慈心是無量的 騙起一切眾生 其實是這樣 那麼 這個還有一個就是 你要跟正法相應 你沒有跟正法相應 你生不到 有佛國土 因為生到彌勒佛那邊的天人 基本上 都可以在那邊 得解脫 那麼你要生到 彌勒佛八萬歲的國土 第一個 你要有相應的業 就是慈心 而且慈心不是一般的慈心 不是一般的 而是 要無量的慈心 就是對很多人 你都 有緣無緣 你都很慈悲 而且 你堅持不傷害眾生 堅持幫助眾生 所以施病 施醫 就是這一些 這是 最簡單的 然後幫助一些 就是 因為 生病短命這種 比較不能常說 所以你幫助他 就醫院的 監醫院的 幫助 施病施藥的這一種 幫助這些病人 解決他的痛苦 然後幫助一切的眾生 慈心相應 你現在修修修 你容易在彌勒佛的時代跟他相應 第二點就是要跟法 因為 彌勒佛是有佛國土 他不是 壽命廠而已 壽命廠 社界天壽命廠 但是他是沒有佛國土 你社界的人他也修事無量心 社界的人也修事無量心 出產那就修事無量心 大放天 也是 大放天也是博愛 就是持心相應的 大放天也是 所以他才能夠生到社界 但是 他沒有佛法 不能得解脫 所以除了持心相應 還要什麼 還要正法相應 那這兩點 你這樣持續 假設你不是生到其他有佛國土 那麼你在這個人間 那麼你會遲遲在這個人間行菩薩道 那麼到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你會到那裡跟他一起來行菩薩道 那麼 你必須持心相應 還有正法相應 這兩點 可以讓你 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你能夠在 榮華樹下 那麼聞彌勒佛說法 得解脫 當然如果你這個 一直到彌勒佛之前 都在行菩薩道 那你也不用擔心 那麼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你是有依菩薩的身份 那麼你能夠 就是說 可能在 彌勒佛還沒來成佛之前 你已經得無身法人 或是你已經得成就了 那之後就不用擔心了 那其實我們現在也不用擔心了 就是我們努力 護持佛教 即使我也一樣 我也是朝這個目標努力 努力的護持佛教 然後修學正法 我們就不用擔心了 你未來會成為什麼 取決於你現在做什麼 對不對 你後來能夠明白什麼 取決於你現在都在想些什麼 不是這樣嗎 所以不用去擔心 以後我如果沒有 我沒有到哪裡去 我就會怎麼樣 不是你未來會怎麼樣 是由你現在決定的 你只要這樣 那麼你就能夠未來能夠 能夠 得到利益 那麼大家社 這一般來講就是 他已經入涅槃 但是 如果依經論裡面來講 都是 他留著這個身體 那麼 讓未來 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那麼可以知道 以前的人長這樣 身體很小嘛 後來的人很大 然後 是這樣的情形 告訴他 這個是就頭頭行第一的 然後就開始講 過去怎樣 其實是這樣的 好 那因為時間到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 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